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我叫阿茨茜茜茜 是纤维艺术毛皮画的创始人 我是在08年骑马的过程当中 抚摸着这个马的马脖子 跟它交流的过程当中 突然有的这种灵感 但是这个灵感付出行动以后 其实道路没有那么简单 我虽说是维吾尔族 但是我从小也是马背上长大的 那我姥爷呢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印象当中 他就是梳理这个马毛呀 马皮呀 你想给它烙印呀 修剪它的这个毛发呀 我觉得可能现在回想是冥冥中 有这种影响 你像这个毛皮上做画呢 因为毛皮呢它上面有油脂 普通颜料根本挂不住 那就面临的就是说 成千上万次的实验 不停的就是调试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的身份真的变成了一个化学家 家里就瓶瓶罐罐 就各种添加各种调配 我是用了很多年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是等于说浪费嘛 到后期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住了 我甚至拿自己的头发去做实验 不停的去上色 然后有钱了就去买这个毛皮 再进行实验 其实大家看到的 这是它美好的一面 就跟咱们的运动剑儿 台上一秒 台下十年功一样的 毛皮上它做画呢 其实我们也画过很多题材 最终实际上我们要是从材料上来说 它是这个更符合画动物的题材 那在动物的题材当中 我们又觉得画马 是定位是比较准确的 形象也好 寓意也好 鼠马的 姓马的 那马的寓意 像马到成功 一马当先等等等等 那你像这个马文化呢 它又是草原文化的一种体现 很多外地客人到了新疆以后呢 他就觉得马就代表着 新疆文化的其中之一 那马的这个寓意 也正好是体现了新疆人民的 这种美好的向往 我从16年开始 就正式地把这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当成了一个事业去发展 从16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也创作出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从19年开始 又研发出了很多它的文创产品 让它从文化领域 又增加了很多实用性 又代表着这样的地域特色 也得到了很多很多 这种顾客的认可 是没有人去做过这个 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 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呢 就认定我们这属于纤维艺术 毛皮画 我们就参加了很多 像国际上的一些大展 我的目的达到了 就是让更多全世界的人 都了解到 中国有这样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出现 不允许 做不允许 不知道 我们下人